台湾人 台湾是近在台湾小百科 大家好 我是陈慧芳 今天我们要介绍给您对台湾卓有贡献的外国人 是日本籍的八田羽衣 他是台湾迦南大郡的建设者 有关于八田羽衣对台湾的贡献 我们请台湾文史专家钟永明老师告诉您 今天我们要谈的这位日本的水利工程专家八田羽衣 他最主要的一个台湾人最大的一个贡献 就是说他当年参与了迦南大郡整个规划跟建设 如果从这个面向我们去看八田羽这个人 我们也觉得说他对整个台湾的一个大米仓 真的是有很大的一个贡献 因为迦南平原从前是一个靠田田 会面临很多的一个干剂上的一些困扰 所以说作为一个运输灌溉的这样的一个工程 的一个规划是很艰辛的 那八田羽衣当初受到日本殖民政府的委托 去规划这个案的时候 他也真的全神投入这个巨大而且伟大的一个工程 我们也晓得八田羽衣他在台湾的一个制业 等于是他一生最重要的制业全部奉献给台湾 因为之后日本政府把他想调到东南亚 在去做很多建设的时候 他很不幸在当初搭飞机要到菲律宾的时候 这架飞机被米金的飞机所击沉 那这样他就战身在太平洋里 那这样的一个伟大工程师 其实他受台湾人怀念的地方相当多 我刚刚也提到说迦南平原就是台湾人的一个大米苍 那这个大米苍从前为了水的困扰 让很多的一个农民 没有办法达到他们耕作上的很多的一个愿望 而且我们一直强调说 台湾米大概一年里面 可以有三季的一个受生的一个季节 在所谓的加南大郡的一个工程上 有很多的一个注意了 那我们也晓得这样一个整个工程的一个规划 包括他当初所盖的珊瑚乌坛 乌山头水库这样的一个系列的 这么一个巨大的一个工程 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八田一一 他用尽了一个心血 去做很多的控管的一个工作 所以八田一一留下来的这样的一个加南大郡 给台湾人有一个很深的一个怀念 甚至他在以后的太平洋战争的时候 遜难以后 台湾人还特别给他供奉了一个铜像 不过这个铜像在战后曾经一度失落过 大家一直聘早不早 后来再一个机会 从于在一个米苍发现了这个铜像 以后大家又把这个铜像再重新塑造出来 然后每年经常会有人 到八田一一的铜像去献花 这个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个现象 就是说他人对他有一种满怀的一种真净 那提到八田一一 我们当然要谈到他的家人 他的家人其实也有一段很感人的故事 就是八田一殉难以后 他太太为他先生的一个殉难很伤心 所以后来他就跳了这个水库致敬 作为一个日本的一个工程师 他虽然不是实在台湾 但是他的夫人的一个殉战 也天真了一个很凄美的这样的一个故事 我们今天也看到八田一这个沐沿 他现在还是一个 台湾人到乌山手水库的时候 去膜拜的时候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光地 听众朋友 在1920年代到30年代期间 八田一主持了台湾江南大郡灌溉工程的 勘察规划和设计等工作 不过就在太平洋战争发生时 八田一他所搭乘的太平洋号战舰 遭受到盟军攻击而不幸殉难 他的夫人也在他去世三年之后 投身乌山头水库自尽 目前乌山头水库仍旧保存有八田羽衣的同像 及其夫人的坟墓 而且每年都会举行祭祀追悼会 缅怀八田羽衣对台湾的卓越贡献 等等五分钟 认识台湾真轻松 台湾小百科明天见